大家好,Kyokoです 大家好 上個星期教了租車的繪畫 但我回去看的時候發現我還沒教這個生子 所以我決定先教這個租車的生子 另外在整合資料的時候 我發現每一個類型的生子都是很多 可能有20多、30多個生子 但又因為我盡量想保持每一集講這個10個生子 所以有很多生子都變成無法教 於是我決定由今個星期開始 嘗試整合星期六天的日常編變成一個單元 可能每個星期都最主要講一個類型的日文 對,就不再分單字和繪畫 希望我會教更多的單字給大家 所以有時候那個種類的日文生字很多的時候 可能我會分兩天或者兩個星期 然後一些繪畫或者文型就會夾集其中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兩天的日常編 好,那說回今個星期 今個星期就會補充租車會用到的日文生字面 好,那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要開車 當然要有車牌 如果車牌的話 我們需要一個國際的車牌 我記得我開車的朋友跟我說 如果你在香港有車牌的話 你是需要駕滿了一年 然後我才可以申請這個國際牌 國際的車牌 日文是國際運動的面鏡頭 國際運動的面鏡頭 國際運動的面鏡頭 這兩個的讀音是非常相似的 首先呢 按音車的日文是 勤演車 勤演車 然後吸音車的日文是 勤演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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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在法國呢 是差一個 ズヤマ和這個 嗯音的 所以讀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對自己日文讀音沒什麼信心的朋友 就可以寫一個漢字給他 那就不會租錯車了 那我們之外呢 開車有兩個類型的車種 第一個呢 就是自動波的車 或者是一個手動的車 即是棍波車 那在日文的分別是怎樣說呢 好 那自動波車的日文呢 是AT車 讀法是 AT車 AT車 然後呢 棍波車是 MT車 讀法是 MT車 MT車 那你發覺呢 都是差一點的一個寫法 一個寫作長音 然後呢 你一個是有這個 M M 對啦 M 讀的時候要注意啦 或者也是那句啦 讀音不是很準確的同學呢 就可以寫下它 然後給他看啦 那當你是租車的時候呢 你就需要寫下 你要什麼時候用的車 即是你的日期 和時間 那這個借出的日文呢 是 KASHIDASHI KASHIDASHI 是借出的意思 你在後面加 NICHISI NICHISI 就代表日期 和時間 所以 整個日文可以讀成 KASHIDASHI NICHISI KASHIDASHI NICHISI 就代表你借出的日期 和時間 那如果這個NICHISI 後面改了做BACHO BACHO BACHO 就是地方的意思 就是借出的地點 那當你要還車的時候呢 我們上個星期會話說過 它的漢字是寫作反協的 讀法是 HANKYOKU HANKYOKU 那一樣你可以在後面加 NICHISI 或者加BACHO 就代表你歸環的日期 時間 和地點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希望今天的單字篇呢 可以幫大家補充上個星期的回話 因為在回話的時候 可能讀了很多山字呢 大家都未必聽過 或者有很多山字都還未學的 那另外呢 也會有這個租車篇 而呢 我就會在天天上傳的 那所以 有興趣租車的朋友呢 記得要留意明天的日常篇啦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記得幫我讚好一個 和訂閱我的頻道啦 另外要追蹤我的IG 和Facebook 留意小生的資訊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再見 再見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再見 再見 拜拜